三国演义 第四回 废汉帝 陈流建卫 某董贼 孟德 献刀 书记上回 自打有了吕布这个强力武将 董卓又开始想换皇帝了 有天早朝 他对着文武大臣们说 当今天子暗说 不足以君天下 竟然都这么直接废了皇帝 立了咱之前说的陈流王流邪 同时还把垂帘听证的和太后 也给赶下了台 没过多久 更是寻了个由头 把废帝连同和太后 一起给害死了 自此董卓就把皇宫 当做了自己的家 每夜入宫睡觉 玩弄宫女不说 竟然还敢睡皇帝的龙床 然而董卓虽然自意妄为 但他也并不是真的天下无敌了 司徒王允就在默默的召集着 反对董卓的大臣 在秘密会议之上说起董卓 王允那是夜面大哭呀 众人也是跟着哀痛哭泣 然而在座一人 竟然是府长大笑 他说满朝公卿 天天哭夜夜哭 你们还能哭死那董卓呀 这说话之人便是曹操 曹梦德 曹操趁机就对王允说 你看我最近老去董卓那边 其实那是等待时机 听说年长有一口气宝刀 我愿借宝刀杀那董卓 王允当然是欣喜万分 就将宝刀交给了曹操 而曹操也是不废话 第二天就跑来找董卓 正瞧董卓和吕布在一块呢 曹操正瞅着没机会 董卓就开口了 啊 孟德 你今儿怎么来得有些晚呀 曹操趁机回答 丞相啊实在惭愧 我的马又老又弱 走得慢呀 董卓一听 啊 曹操的马这么烂 转头就吩咐吕布 你去给孟德挑一批咱的西凉好马 吕布自然就前去挑马 而董卓呢 是个胖子 做久了要躺下来歇着 曹操等着董卓向内翻了个身 立刻拔出宝刀便刺 事情啊 有时候就是这么巧 董卓并没有睡熟 他迷迷糊糊之间 从穿衣镜里 看见了曹操从他背后拔斗 于是他一下翻过身 问曹操 你要干嘛 曹操集中生智 扑通一声鬼道 喊着 我有宝斗一口 献与丞相 虽然曹操靠着他精湛的演技 但是蒙骗了董卓 然而曹操也知道 此地啊是不宜久留了 于是他马上逃出城外 路上还遇到了同样不满董卓的县令成功 两人就结伴同行 又过了三天 曹操和成功便来到了成高 成高这儿有个叫吕伯舍的 是曹操父亲的结义兄弟 而吕伯舍对曹操也是极其的好 不仅让曹操人住下 还去了西村打酒来给曹操饮用 然而到了晚上 曹操耳朵尖听到了 庄子后面有磨刀的声音 二人前行过去 就听见有人说 绑起来杀掉 怎么样 曹操一下打了个机灵 什么 就是要弄死我的节奏 于是他跳江出来 将吕伯舍家男女老少 全给杀掉了 然而等曹操他们搜查到厨房 却见绑着一头大肥猪 原来前面说绑起来杀掉的 是这只猪啊 同行的陈公 见无法挽回 只好收拾心情 跟曹操离开了此地 然而走了没多久 就遇到吕伯舍骑着毛驴 悠哉悠哉的回来 曹操却毫不留情 一见就将吕伯舍刺倒在地 陈公就愤怒了 质问曹操 而曹操就回答 哼 您叫我父天下人 就叫天下人父我 这一回啊 其实是罗冠中在为曹操立传 一句您叫我父天下人 就叫天下人父我 将曹操的尖雄形象 刻画得如在面前 而之前曹操等大心细 刺杀不成 马上来了个陷刀 这记忆中生智的功夫也是少有人级啊 然而此时和曹操同行的陈公 因为曹操的滥杀无辜 心生恨意 那陈公会不会对曹操下手呢 咱们下回分解 三国演绎第五回 八角兆 朱镇应曹公 破官兵 三英战旅部 书界上回 陈公因为曹操的滥杀无辜 就想要下手 宰了这祸 然而他转念一想 自己趁曹操不备 将他杀了 不也是不仁不义吗 于是陈公就这么离开了曹操 而曹操回到家后 立下忠义大旗 开始招兵买马 可不要小看这次的招募活动 以后大名鼎鼎的夏侯敦 夏侯渊 以及李典乐进 曹仁曹洪 都是这次招聘来的 而且曹操假传皇帝赵书 联合各地的反董卓势力 一共是来了十七路的诸侯 有袁术 公孙赞 尊奸 而其中最有实力的 就当属袁绍了 谁的拳头硬 谁做主啊 所以袁绍 顺理成章的做了 导董大军的盟主 而这十七路诸侯里的公孙赞 则是刘备的师兄 刘备就自然投靠在公孙赞的麾下 现在兵将聚齐 自然就要逃动了 然而董卓 他也不是吃素的 除了王牌吕布之外 他还有一员大将华雄 话说这华雄也是个关系猛汉 文文镇守四水关 这日孙坚来到关前 一般大战将华雄的副将 斩于马下 本来趁着这次的捷豹 能一鼓作气 攻下四水关 然而袁绍不安好心 偏偏不给孙坚允粮 这将士再会打仗 也架不住肚子饿呀 华雄也就趁着孙坚 疲惫不堪 一下子就将孙坚的部队 给打垮了 袁绍德之消息 大为惊慌 只能召集诸侯商议对策 而刘备官与张飞都知道 董卓到底是什么德将 见在座诸侯愁眉苦脸 三个人啊 就是冷笑连连 而此时 曹操则暗暗关注起了刘备 然而不多时 华雄又来挑衅 袁绍接连派出了余舍 攀凤两人上将 却都被华雄给斩了 而此时 有一人站了出来 此人单凤眼 获残眉 面如重枣 声如剧终 不是别人 正是关羽 关元长 曹操叫人倒了一杯热酒 被关羽撞行 关羽则说 酒且真假 某去去就来 说吧 关羽提刀出仗 飞身上马 一通鼓响 寒声大局 如天催地塌 越喊山崩 诸侯都是吃雷一大惊啊 待要探听 只见鸾铃响处 马到军中 关羽稳稳下马 将华雄的脑袋 扔到了诸侯面前 华雄被杀 董卓就只好亲自带着吕布 来到虎劳关营站 而这吕凤仙 果然不愧是人中吕布 他夜阵关外 斩杀两将 伤了一将 众人都是畏惧他的英勇 而这日 公孙瓒迎战吕布 只见吕布几回合 就将公孙瓒给打败了 暴脾气的张飞 睁打还眼 上前迎战吕布 两人抖擞精神 连斗了五十多个回合 竟然是不分胜货 此时 关羽勿动起青龙咽月刀 来加攻吕布 这吕布是着实能打呀 面对关羽张飞 三十个回合 竟然屹立不讨 刘备就急了 手持双骨剑 也来助战 各路诸侯 被这场精彩的打斗 都给震呆了 而吕布 他也是个人啊 三个人打他 他也招架不住 只得虚晃一招 飞马 鞭回 在这一回中 我们看到了两场 精彩的对决 一是关羽 奔久 斩画熊 一是三应 战吕布 其实这两场对决 在真正的历史当中 都是不存在的 真正斩杀 画熊的人 是孙坚 孙文台 而最终 击败吕布的 也是孙坚 可不要小看这个人 他可是后来 三国中 无果的创始人 所以啊 历史总有隐藏 而演绎 终归是故事 话说 打败了吕布 张飞不想错过好机会 想要一举 拿下董卓 那董卓 会不会被捉住呢 咱们下回 分解 三国演绎 第六回 坟金雀 董卓行凶 逆玉喜 孙坚被约 书节上回 张飞想要乘乘追击 无奈虎劳官守卫森严 只得放弃 而对于董卓来说 更是头疼 难道这个导董联盟 就真的没办法解决了吗 正瞅着 坏鬼书生李如 又有了主意 我说主公 咱可以把国都 从洛阳迁回长安 这样的话 袁绍他们 也只能追着 咱的屁股跑了 董卓一听 哎 好主意 就这么干 董卓心里是舒坦了 但洛阳城的百姓 也跟着糟了秧 这个坏蛋 不仅驱赶着洛阳城 数百万的居民 前往长安 更在临走的时候 放了一把大火 将繁华热闹的洛阳城 给烧了个惊光 还好孙坚及时赶来 将火扑灭 不过也是损失非常残重了 曹操此时 认为 董卓迁都 民心沸腾 正是一鼓作气 拿下他的好机会 然而袁绍一帮诸侯 却不愿再继续进兵 曹操就气得骂他们 数字不足与谋 自己带着部队 去找那 董卓的麻烦了 看来啊 尖雄曹操 也有血气方刚的时候 这陶董是对的 可你也要看看自己的实力嘛 正是接战 曹操方面的夏侯敦 敌不过吕布的勇猛 惹得曹操全军溃败 而曹操自己啊 肩膀上也是重了一箭 被两个小兵族给俘虏了 要说命运总是这么奇妙 就在曹操自己都觉得要玩完了的时候 曹洪却杀了出来 曹操感动的说 我的红啊 如果我能逃出生天 绝对就是你的功劳啊 曹洪就这么 背着曹操渡过大河 幸运的是 他们又遇到了夏侯敦 夏侯渊 几个人联合杀腿了追兵 但是啊 保住了性命 这边曹操是够狼狈的 而一片狼藉的洛阳城里 却有一件隐秘的大事发生 这天晚上 星月交辉 孙坚坐在地上看星星 正看得入神 忽然之间 他发现 皇宫的南边有五色豪光闪耀 于是他赶紧让士兵前去查探 结果在皇宫南边的一口水井里 打捞出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而尸体的脖子上挂了个井囊 孙坚赶紧命人打开井囊 这一打开不要紧 里面竟然是传国玉玺 哇塞 这么尊贵的玉玺 哼 我孙坚以后要发达了 然而世界上并没有不透风的墙 孙坚获得传国玉玺的上 还是被袁绍执情了 所以当孙坚借口生病来辞行的时候 袁绍就呵呵冷笑 你说你生病了 你是生了个玉玺病吧 孙坚一开始死也不认 还发誓说 我若果然有着宝贝 他日必不得善终 死于刀剑之下 然而当袁绍拉出人认来 孙坚就不得不承认了 这还有啥好说 孙坚恼羞成怒 直接脱离了袁绍的盟军 读到这一回 我有个深刻的体会 这人一冲动 总会做一些和自己能力 实力不相符的事 比如曹操 他领着万把人 就要和董卓去决战 结果是惨败而归 而孙坚呢 实力比不上袁绍 却为了保住玉玺 读咒发誓 将自己的身家性命 都读进去了 每每读到这一回 我就总有一些 不祥的预感 所以咱们做事 也要量力而行 千万别给自己挖个 根本爬不出来的坑啊 那现在 袁绍会眼睁睁 看着孙坚带走玉玺吗 而孙坚又会有 怎样的应对呢 咱们下回分解 照顶 收夫 提顺 今回 淹 徳